1,171集 寒冰文言二话没说,直接掉头 便朝着那个487号和489号后墙的位置开了过去 不过因为过道很小,车子是开不过去的 所以寒冰便禁止将车子停在了路口位置 随后三个人下车步行,走了进去 大概是走到了487号后面的院墙之后 寒冰左右看了一眼 见这幢房子后墙几乎是一样整齐的 便说道 墙面都一样整齐 从外面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林宇面色凝重没有说话 扫了一眼足足有两米多高的院墙 用手在墙面上摸了摸 仔细地在墙上检查了检查 见是用标准的水泥砖头砌成的院墙 绝对没有任何的暗门和机关 不由有些狐疑 莫非真的没有问题吗 他抬头看了一眼 上面伸出后墙十多公分的铝合金雨搭 冲白人图说道 牛大哥,带刀子了吗? 想办法把那雨搭撬开 往下看看 看看到底是不是刚才那个大姐家的后院 好 摆人图立马一点头 掏出了把匕首 用力地插在了砖缝里 然后随后用力一跃 一脚踩在了匕首之上 用手攀着墙头 再一次从腰间掏出第二把匕首 准备撬开这雨搭的时候 他手往雨搭上一放 发现这雨搭竟然是活动的 他眼前一亮急忙拽了拽手中雨搭 发现这个一平方米左右的雨搭 跟其他的雨搭果然不是一体的 似乎有什么活扣连接 他急忙试探着动了动 然后接着用力往上一推 一掀便将这个活动的雨搭弄了下来 摆人图往里面瞄了一眼 一向面无表情的他 脸上则是微微一变 回身压低了声音 冲淋雨说道 先生,果然有问题 要是换作常人看到这雨搭 下面的布置之后 肯定会大为激动 但是对于摆人图而言 他的神色有那么一点异样 就是已经说明他十分激动了 为了防止被487号居住的 那个中年妇女听到 所以摆人图刻意地压低了声音 林雨和寒冰文言眼前一亮 神情惊喜地互相看了一眼 他急忙冲着摆人图问 里面有什么? 摆人图回身 往墙里面就望了一眼 低声说道 有个隔层 两堵墙之间有个隔层 隔层? 林雨神情一阵 果然跟他怀疑的一样 在487号跟这堵墙之间 还有一堵墙 怪不得他会觉得 487号的后院有一些狭窄的 先生,我先跳进去看看 没问题的话 你们再进来 摆人图说着 用手把住了墙头 暗暗一用力 身子灵巧一番 顺势一把抓住了 插在墙上的匕首 利落地从空隙中落到墙里面 先生,进来吧 摆人图见里面 没有一样低声说道 生怕隔壁的中年妇女听到 林雨冲寒冰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先翻进去 接着林雨扎了个马步 双手一搭 示意寒冰踩着他双手踏云梯 翻进去 毕竟这个后墙比前院的墙要高得多 瞧不起谁呢 寒冰冲他翻了个白眼 接着后退一步 加速一跑 一脚蹬在墙面上 手一撑 双腿一跃 宛如翻马路中间的栏杆一样 十分轻巧地翻进去了 而且落地之后 只发出了十分轻微的一阵响动 林雨笑着点点头 接着自己也十分灵巧地 攀到墙上跳进去 进去之后 林雨便发现这两堵墙之间 隔层空间十分的狭小 也就是半米左右 刚好能容一个人走动 而这走道的左面就是墙 显然是跟489号隔开的 而右面 过道则是有些长 足足有十米 过道的尽头地方 建筑着一堵墙 墙上面有一个很小的黑色木质单扇门 同样刚好容一个人通过 这帮人可真是煞费心机 寒冰沉着脸冷声说道 韦时没想到张友才这帮人 充分地利用了这里的地形 将这个不存在的488号秘密基地 建造得这么隐秘 要不是林雨心思缜密 起了疑心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过来看看 他们在外边查他个三天三夜 也查不到这儿啊 毕竟这地方只要不把语搭掀下来 根本就看不见 他们三人朝着这小木门走过去 根据这个距离 我觉得我们已经走过了487号 也走过了486号 这扇木门里面 极有可能是485号的后院 林雨根据这条过道 距离大致测算了一下 寒冰点点头 愈发佩服张友才这帮人暗想 这帮人得动了多少心思呀 才会想出做出这种伪装 此时他们已经走到了前面的小木门跟前 只见小木门上挂着八锁 百人图掏出匕首准备开始撬锁 林雨突然急忙喊住他低声说道 牛大哥 别撬门 不要留下我们来过的痕迹 百人图文言立马领会了林雨的意思 急忙将匕首收起来 从身上的口袋掏了掏 掏出一卷铁丝 对于他们这种人而言 破锁入户这是常识 所以身上都必须带着一卷铁丝的 但就在百人图拿出铁丝 准备开门的刹那 他突然愣住了 沉着脸 侧耳往门上一贴 仔细地听了听 低声说道 里面有动静 说着他赶紧冲林雨和寒冰 做了一个虚的动作 寒冰和林雨文言 面色微微一变 没敢说话 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 百人图猝着眉头听了一会儿 接着猛地转头冲林雨沉声说道 蛇 里面是蛇 而且数量还不少呢 凭借着他敏锐的听觉和判断能力 百人图几乎不需要看 就能够断定 里面可能至少有数十条蛇 蛇 林雨文言不由一争 这倒是极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 不过 转念一想 他也就明白了 这些个蛇多半是张又猜 他们故意放的 专门用来看门的 既然是用来看门的 他就敢断定 这里面肯定都是毒蛇 要是他们刚才一不小心 踏进院子被咬伤一口 那便直接中招了 韩冰一听到蛇这个字 面色不由微微一变 只感觉到头皮发麻 说实话 他是天不怕地不怕 唯独对蛇这种东西带着恐惧 虽然碰到之后 他也敢直接猎杀 但是恐惧就是恐惧 不管你表面伪装得再过强大 始终是无法消除的 百人图说着已经掏出了匕首 冲林雨和韩冰说道 要不我先进去把他们解决了 你们再进去 说着他便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头顶 见上面就是雨搭 他知道没法从上面跳进去 顿时有些为难 要是直接把门打开进去 又怕蛇跑出来伤到林雨和韩冰 你要是把他们都杀了 那不就现实我们来过了吗 林雨眉头微皱 那怎么办 这么多蛇 我们根本进不去啊 百人图面色凝重 等等吧 我让丽大哥现在把药送过来 林雨仔细地想想 觉得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先让丽震生把药送进来 引开里面的毒蛇了 本集结束了 拜